人潮排扯S型 常常人籠全是为了蛋黄酥来的 有人早上七点来 有人八点来 店家还没营业 就先来卡位 富人带着女儿婆婆来排队 说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自己吃送人都还怕不够 但现场排队的人 有大多数都是代购 因为跑腿能赚差价 小弟弟和妹妹被妈妈叫来排队 七点就来卡位 低头划3C大发时间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愿意耗时间等 因为确实有赚头 以六颗来算 店家卖240 代购最高会卖390 12颗的店家卖600 代购能卖到970 20颗也能从800元 喊到1300 而且越近中秋 价钱会越高 越大中秋会越贵 代购费 一定的 因为你越多人 而且他限量的数量越小 越少啊 光卖一盒20颗装的 就能赚500元 一天下来利润可观 看准民众想吃 又没空排队 代购小蜜蜂 卖的是时间 彰化这家饼店 蛋黄酥出名 中秋前一两个月 已经开始排队 过去曾发生 有客人因为不满排太久 分而在店里泼漆 但人气似乎没受影响 让代购商机 能把价钱越喊越高 记者陈胜伟 彰化报道 好